AG跟日本战队这场比赛 赛前其实就有了很大的压力 即使是大家都知道他们想输比赛很难 但是电子竞技不到最后一刻不能确定谁输谁赢 所以 AG第一场比赛选手明显更加严谨 当摸透日本战队的实力 第二场比赛放松了 伊诺才会出现被单杀的情况 并且双方看上去好像有来有回一样 实际上是AG单方面碾压而已 而这时候再回看日本战队宣传片 感觉有一种看傻子的感觉 就算有望月草加入也无力回天 当时这番话没有玩家觉得好笑 反而觉得他们有可能会打出成绩 毕竟日本战队在选拔赛也是连胜 只是如今再回看这番言论自然是成为了笑话 甚至有玩家嘲讽直言 这实力顶多跟全国大赛的队伍一样 不如先让去全国大赛深造下 然后再来参加试冠 虽然这些话有点难听 但是事实上日本战队的实力确实一般 来参加试冠更像是来陪跑而不是拿成绩 不过抛开一些历史原因不谈 日本战队还是值得表扬 就像解说所言 他们还是一直在寻求突破 哪怕知道KPL队伍是一座很难越过的大山 只是站在个人角度来看待的话 外卡战队谁都可以崛起 就是不能让日本战队拿到成绩 这就像这次足球世界杯 即使中国队没有参赛 但大部分球迷仍然不希望日本战队晋级16强 奈何人家实力足够 所以说到底 AG能轻松零封日本战队 还是硬实力说话 有一天他们崛起了 KPL队伍也只能认栽 在新冠的10个冬天 我们现在都能忍着 这就是你